尽管受到批评,杨阳还是没有为女友辩护真正的茶男阿比斯 杨阳遭受了批评,因为她的女友不得不忍受公众的批评 凭借英俊的外表和许多成功的电影作品,杨阳在中国娱乐圈中确立了稳固的地位 尽管她的表演能力不被高度评价,但她因与同事演员产生化学反应的能力而备受喜爱 最近,网民们在谣言中议论纷纷,称杨阳和王眼妮正在秘密约会 中国博主发布了一篇文章,列出了曾被认为是杨阳女友的美女名单 其中包括李安、佟婷、九韵、张天爱、赵露丝、王眼妮和迪莱热巴 这些美女都必须承受公众的批评,被怀疑利用杨阳的名气变得更有名 许多人认为杨阳是个花心男子,因为她利用这些美女变得更有名 而她的粉丝则保护她,称她为直男不懂恋爱 这位从眼睛开始的爱情男主角没有出面解释自己的感情传闻 导致粉丝们更多地炮轰其他女星 许多人对杨阳被怀疑是花心男子感到不满 他们认为与她有关的女星只是被利用的人,没有任何感情关系 此外,刘大厨还公布了关于杨阳和王眼妮在酒店约会的一系列证据 尽管这个谣言在社交媒体上成为热门话题,但两位艺人的经纪公司仍然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然而,仍然有一些忠实的杨阳粉丝认为她不应该被指责,只是被传闻而已 他们认为,在娱乐圈中,传闻感情绯闻是很常见的事情,艺人也无法避免这些麻烦 一些粉丝还提出了观点,认为杨阳是一个有感情的人,总是认真对待各种关系 他们相信,杨阳没有解释这些传闻的原因一定是有她自己的考虑 无论如何,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引起争议的话题,在中国娱乐圈中掀起了波澜 杨阳会不会出来解释或者继续保持沉默,只有时间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衷心感谢您在我频道上观看视频并更新有关信息 如果您看到此视频有用,请通过点赞、评论和订阅频道来帮助我,以便跟踪我的后续视频 我会努力为您带来最有趣和最有用的内容 衷心感谢并在未来的视频中再次见面